你干嘛呀 跟我还要什么面子呀 现在卖东不在 你跟卖花也不能坐视山空啊 拿着 月底我就发工资了 姐我不能邀了 行了 别默契了 上学说你没什么啊 喂 刘太太 麦太太 麦太太 卖花送走了吗 刚刚送走 那下午咱俩去坐屋里呀 我不去了 我昨天刚坐过 那要不我们去买包吧 最近斯蒂文的店里 到了两个菲林普林的限量款 我一直专门在她家买个包呢 你不是刚买了一个吗 可是我也非常喜欢 菲林普林的未来的这种 金属质感啊 算了 我今天不太舒服 要不改天吧 我要这些包还有什么用吗 这些资料我全部都查过了 每个客户回答都差不多 麦东呢 在半年前 就已经开始回收资金 估计是资金链出了问题 肯定是在用项目堵铺隆 我估计她现在也在四处筹钱呢 这还有几家外地的公司 我准备亲自去一下 这样吧 姐 你把地址给我 我去 你已经这么忙了 行了 你这不还得照顾卖花呢吗 你们俩的生活怎么办啊 你说你这大学一毕业 就嫁给了麦东 一天班都没上过 这麦东什么时候回来又不知道 这不经济来源就给断了吗 实在不成功 不要 不用这样 麦东最有的时候给我留了一笔钱 这些钱还是够我跟卖花的日常开销 我就希望她能早点解决问题 早点回家 那好吧 我会接着帮你查找的 你要有什么事也得告诉我 别瞒我 幸好你来了 帮我从那个色鬼张总那解救出来 真的假的 真不想干了 不想干咱们就不干了 换个工作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跟陆柳安要攻坚了 等我们准备好了 我通知你 你跟陆柳安 你不是说她是个骗子吗 这事说来话长 回头我再跟你解释 到时候一定要来帮我啊 爸要是发起脾气来 你可得替我当暖火 你打算坦白呀 我哪敢坦白呀 我只能由浅到深 就先从工作舍起吧 看爸爸的紧箍照 能不能给我开个小口 反正只要能把结婚的事 糊弄过去就行了 反正从小到大 就你最听爸的话 你这样她能接受得了吗 我现在不是有一个 战斗力又强 又便宜的男朋友吗 再加上张仪 旁敲侧击 还有你这个完美的二姑娘 我觉得我的武装力量 还挺强的 你就笑话我吧 很完美的 你来找我 是问卖冬的事吧 其实我这两天啊 正准备去外地那两家公司 看一看呢 但是这死张总死活都不放我家 这事我又不好交给别人去做 不过这资料我也查了 电话我也打了 就是没有消息 我知道姐 我不是来催你的 那什么事啊 我 我就是送到过来看看你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跟我还要什么面子呀 现在卖冬不在 你跟卖花也不能坐视山空啊 拿着 月底我就发工资了 姐我不能有 行了 别默契了 上学说也没想话 经理 开会了 我让你进来吧 行 我知道 别走啊 我回去了 喂 麦太太啊 我已经跟爱德华那边的经纪人谈妥了 她们愿意过来啊 参加咱们的唯一会演 太好了 只是啊 咱们那笔赞助费用得尽快地给人付过去 对 是是是 赞助费 怎么了 麦太太 哎 会长 要不然我现在把赞助费给您送过去 那行 太谢谢了 妈妈 妈妈 我真的能见到爱德华了 妈妈 太好了 来花菜 妈妈了 哎 老赵 你来得正好 去帮我个忙吧 先去趟银行 然后再去麦花的幼儿园 那你探探 我 我想了好长时间 今天是特地来资金辞职的 辞职啊 我想了好长时间 这么突然 我知道 眼下公司有困难 按理说 我这会儿 不应该跟您提辞职 可是您知道 我就是个司机 跑去开车我什么都不会啊 咱们公司 又 又没车了 我留下来也帮不上您什么忙 心里还挺过于不去的 老赵 你别这么说 我跟您说吧 我老婆前一日子检查 发现得了顺衰竭 现在情况挺不好 在家 我四个月都没拿着工资了 我想来想去啊 只能先回老家 找个别的事干了 对不起啊 老赵 我都不知道 你家里出了这么多事了 不 没事 没事 麦太太 家家啊都有本来念的经 我知道 眼下 您的情况 比我更困难 没事 麦太太 那我就走了 老赵 这一张卡 立马就是我先生的生日 你先拿着 不 我 现在就找工作的话 那点工资也不够呀 致病两斤 你拿着吧 你给我先生做了那么多年 司机也很辛苦 我们公司以后会好起来的 你先不要想那么多 我去照顾家人 哎 万一还有什么困难 你再来找我 我尽力帮你拉吧 麦太太 你真是个好人 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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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我尽力帮你 我尽力帮你 试试 太一顿了 好 现在我尽力帮你 你尽力帮你 我尽力帮你 你尽力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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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帮你 二姐 这么贵的限量款你都有 挂一辆汽车在身上 你就不怕被人抢啊 赞助费就靠你了